如果它真的滲了一些腰缩的口风 有机会会借势调整一下也不奇怪 因为美股也真的升了很多 譬如S&P500 在17个月内是回了一倍 如果这样的情况 有些调整才会是健康 甚至乎你说要去到5%以上 或者甚至去到一成的调整 其实都是一些很健康的调整幅度 因为你都不会可能是不断地上升 如果你是看长线的 其实美股方面就不是太担心 就算下一些 我想还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当然如果港股偏弱 美股下跌 港股当然是更加危险 港股其实现在都是跟跌不跟升 人家升就跟不了 如果美股也下跌 港股会更加有一个大向下的危机 如果大叔问你美股 如果这次趁这个机会 如果有机会调整 是否反而是吸纳的时候 都会的 那就未至于如果它真的下跌 你等它慢慢消化完那些获利的沽 因为它们如果一下起上来 很多会触发一些 无论你是人手的操作 我们都会看情况 你看到资金在沽 可能有一些都会跟着 先减减磅的 甚至是现在很多 亦都是AI的操作 更加是会触发了 那些程式 更加会触发沽盘 所以这一期 应该说近这年 尤其是疫情的股灾开始 就是一沽起上来 就会一推就不断推下去 因为全部触发一些要沽货的位置 所以现在如果会有的话 都是很正常 还有传统上 其实九月传统上 都不是一个好表现的月份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 的诱因去借势调整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你说究竟那个收水 是不是或者缩减 就是是不是会很恐怖 很快立刻会塌 我就看未必 不过有机会有这些消息 就因为其实都真的 真的需要调整一下 一路创新高 所以如果有一些的 这样的风出起上来 会借势落一落 那都是一个 很正常的调整 所以美股方面都倾向 是可以看回好一点 还有暂时 当然你说如果我有新的资金 是不是要加仓呢 我想现在你看到 资金上市场都比较观望状 就是没有至于要说 一定要调整 要塌 就立刻就去 但是你反而是 那你还有一些资金 就未必需要说 现在去急着加仓 你看到其实美股 已经不是太动了 是高位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 这个的观望态 所以你就 可以如果想加仓 可以等下 有没有一个机会 是 是